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浦夫的DG的录音 网上也有说有少量的所谓的historical材料 他要找Aprian这间公司合作给他 所以DG其实都相当有诚意想做好这件事 金浦夫其实喜欢听古典的朋友心目中 可以说是一个永恒存在 金浦夫的录音生涯有60年 如果不是他的晚年的柏金逊证 可能他更加可以录场一些 比如说今年之内我们会知道有一套这样的东西 就是金浦夫的立体星的贝多芬的奏明曲全集 这一套东西特别在他送了一只叫纯音响的蓝光碟 不过他的内容不算蓝光碟 不过其实根本就在这个串则里面 我们不如看看他的内容先 首先开盒的时候我发觉有特色的 一般来说这些大盒我们都见得多了 这个盒的特别在这里 它有一个这样的位置 让你的盒盖可以坐下去 整件事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比较classic一些 开盒之后看到了 除了一本书之外 分了四个不同的颜色 不同颜色其实就是不同的音乐的类别 最大部分的这个部分 就是浅紫色就是这个solo 钢琴独奏曲的部分 我们先由头看起 书仔之后就是这个的 这样颜色的 这个其实就是协奏曲集来的 金浦夫大家都很清楚了 他和柏林爱乐 是录了两次不同的贝多芬的contractal集 原来其实他在194年之前 分开不同的阶段和不同乐队 其实他录了贝多芬的第一号 第三号 第四号和第五号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影响 说不定他在四年之后录了第二号 那就妙了 即是在同一公司 就拥有三套贝多芬的contractal集 这样赢了巴伦邦 巴伦邦现在号称有五套的 贝多芬和Sanata 两套是来自DG的 除了贝多芬为主 这里面也有 我们知道和Kampff关系很密切的 莫扎特 莫扎特的contractal 里面也有相当多的份量 有Brams 比较特色的就是里斯特 因为里斯特 令他想起一些炎耀技巧的东西 好像和Kampff这种老派大师 讲圣经统等等 好像不是你即时想到 但事实上他和弗洛特拉尼 和伦敦交易合作 是录过里斯特两首的contractal 第二部份 这部份就是室内乐 很有趣 由CD15到28 有这么多只唱片 全部都是贝多芬 全部贝多芬 没有别的东西 贝多芬的室内乐 大家很清楚 有violin sonata 有chello sonata 还有有钢琴 三重咒 当然有其他东西 在这个份量里面 就集中在这里 他和两位很出名的 舒逸琴家合作 录了十首贝多芬的violin sonata 分别就是Schneiderhan 和Manuhin 另外就和达尼琴家 Le Founier 录了贝多芬的几首 达尼琴的sonata Trio方面 就是和Founier 和Sirin合作的录音 也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录音 就是在Cycle以外 比如说这些第28 就是和Kurin Kamp 合作的贝多芬的 第9号violin sonata 还有和Kassel 合作的Cherl Sonata 有趣了 我们先说全部是贝多芬 其实有这么多的例外 就是在这一套里面 就有William Kamp 亲自作曲的 四首的leader 艺术歌曲 演唱就是德国的南中音 Fischer der Schau 其实Kamp 有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记住 就是95年的数字 他是1895年出生的 可以说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物 接着就是 活了95年 95年里面 其实可以说很多枝多彩 除了是演奏之外 其实也都有相当丰富的 教学的生涯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可以看到 他的不同的部分 当然了 其实他很多作品 在这套里面也未必包罗到 哇 很大部分的 这么大部分的 刚才说了 就是他的 读咒曲的部分 读咒曲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两套不同的贝多芬的 Sanata 杂 这叫做Complete Cycle 原来 在这两套之外 这套的 Edition 给了我们一些bonus 这些bonus 就是一些叫做历史资料 这里总共是有六支CD 这支CD 几乎全部都是贝多芬的Sanata 另外 还有一个 有点小曲 在这里 我们会看到 原来CAMF 如果不是大战的原因 极可能他拥有三套 贝多芬的Sanata CAMF这位 在我们眼中的老派的 钢瓶家 事实上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老派 CAMF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声音通 另外 根据钢瓶家 Edwin Blendo 他的说法 Blendo非常佩服这位前辈 虽然不是他的学生 他说CAMF其实他是一个很着重即兴灵感的艺术家 看他的现场演出 你就会很清楚 在我们面前的80支CD 就不是现场东西 但是相信如果大家喜欢钢瓶的朋友 都未必有齐那么多VIRM CAMF的录音 这套东西 你知道逢亲这些box set 价钱都相当年轻 都可以考虑拥有那么多的录音 我来说 请教练 我们可以考虑的这些 是什么 是什么 我来说 我们在这些 我们在这些宝宫 里面 我们在这些宝宫 我来说